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快报 咱们直入主题 今天有两个消息 一个是美国正式指控Zoom这家视频公司的在中国的高层 那么这个高层涉嫌是串谋取消了4场 至少4场的Zoom的视频会议 其中这些视频会议包括纪念8964的这样的视频会议 这些64的幸存者聚在一起开会的视频 那么Zoom这个软件等于说它把利用它这个软件开会的一些会议 视频会议给取消了 就是因为这些会议里面谈论的内容是涉及到敏感议题了 那么这里面又涉及到很多问题 首先你们这个软件怎么知道的 就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 对吧 你们是不是非法的获取了会议过程中 这些人的发言 包括他们的讲的内容 你们不应该知道 你们不应该去涉及到这些人的隐私 对吧 因为开会本身是人家一个内部会议 小规模的会议 这个是被指控的高层 他窃取了 或者说他把资料给转移了 把这些内容告诉中国政府 所以说中国政府下令说要封杀视频会议 他们就封杀了 所以这里面涉及的第一个就是串谋 跟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情报部门串谋 维稳机构串谋 另外一个就是个人隐私问题 个人身份的问题 那么大家注意这一次美国起诉的是 个人不是这家企业 起诉这个人叫做金信江 他这是义音 那么金信江是位于中国大陆 他在中国大陆工作 他是任职于这家美国企业 但是他常年驻中国的 他实际上就是负责这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 跟中国政府关系的 所以说很明显他在关闭视频会议 在这里边肯定是有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的 所以说美国政府起诉了这个人 有一个通缉令 那么从这条新闻上可以看出这么几点 首先就是美国政府 似乎没有说要真正的去对待Zoom这家企业 他只不过是想敲山震虎而已 他并不是想把Zoom这家企业给关停 或者是针对这家企业 毕竟这家企业是美国企业 他只是说想要给大家输送一个信号 就是美国不能容忍一家美国公司 在做言论审查 听中国政府的话 来做这种侵犯言论自由的事情 这是美国政府不能容忍的 美国政府一定要出手 这是一个信号 另外一个信号就是说 他对的是这个人 而不是这家企业 而他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负责这方面内容 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负责停止了这几个视频会议 这家公司等于把这个人出卖了 就是甩锅 就典型的 美国政府调查 然后他们甩锅说 这个事情 他经企业调查 发现是这个高管所为 你们去抓这个高管 对付这个高管 对吧 这是他们可能跟美国政府私下的一个沟通 这个是他们甩锅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 Zoom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本身就是华裔 但是这家公司毕竟总部还是在加州 是在美国的 但是还是一家美国企业 所以说他真的是跳不出美国的手掌心的 因为他是美国企业 他不是像抖音一样 他是一家美国企业 当然了 这个即使是抖音 我说抖音英文版 他背后也是有大量的美国资本的 美国投资人的 总之就是这些企业他跑不了 跑得让和尚跑不了妙 而且他的老板也是美国国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找这么一个高管 来当挡枪的 但是同时他们应该也清楚 你这么干之后 未来你要再这么干的话 美国还会出手 所以他们可能就相对来说 我觉得会重新反思 是不是要听共产党的话 说再这么听的话 美国肯定也会继续的出手 那么再继续出手的话 可能抓的就不是高管了 直接抓CEO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美国向外界输送的信号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美国企业一定是要遵守美国法律的 这次你可以说这是在中国的某个员工 某个 当然这次不叫临时工了 也是一个高管 就是他的责任 但是下一次看看你还能不能躲过去 所以说我倒认为 这个Zoom可能未来就要收敛一点了 那么这是一条新闻 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关于美国政府 对其他中国企业的制裁 我们看到就在今天 美国政府正式宣布 再追加将近80家中国企业 把这些企业放在黑名单当中 其中就包括了中芯国际 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 另外还有一家企业就是大江 之前我还一度有兴趣要买一个无人机 然后买着玩 然后当时我就查了一下无人机的销售 几乎在很多即使是北美的大卖场 这些商家他们卖的无人机很多都是大江的 都是大江制造的 当时我就想到了 我说如果大江这家企业是在美国上市的话 我一定立刻买它的做空的股票 一定要做空它 因为我想当大江的企业 一个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已经渗透到北美 渗透到西方这么深入的时候 那么未来中美关系我们都知道 大的格局已经确定了 那么一定会对这些企业下手的 做空他们一定是赚钱的 当时我记得大概是在一年左右 一年前我当时有这个想法 但是企业没有上市 这些企业没有上市 没有在北美上市 所以说我也没有去做空它 果然我们看到了 这一次就第一次应该是把大江 放在了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当中 那么这一次追加制裁名单的理由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政府所谓的军民融合 他们自己已经承认了 我们就是军队跟民间的企业 互相利用互相帮助 等于就是让这些企业不可避免的 去充当解放军的一个背后的技术支持 和靠山 那么当然你会被一个敌国来制裁了 制裁的意义 我之前讲过多次了 制裁的意义不是说要对付你 而是我不跟你往来 不允许我们美国的技术 或者是一些产品 一些零件卖给这些企业 就是我跟你断绝关系 这种是叫做制裁 就像有一个人天天不怀好意想害我 那么我为什么还跟你做朋友 我不跟你做朋友就完了 我跟你断绝一切往来 对吧 我跟你断绝一切往来 跟你绝交 这个是我的决定 这是我的个人的自由 我可以决定这么做 你不能说我跟你绝交是不对的 或者是我必须要跟你做朋友 没有这么说法 对吧 现在中国政府的反应其实就是这样 反对你美国的 坚决反对美国的绝交 坚决的抗议美国 有什么可抗议的 人家不想跟你做朋友 就不想跟你做朋友 不想跟你往来 这有什么可抗议的呢 当然中国是不愿意想继续的跟美国勾兑 继续的想利用美国的技术 然后壮大自己 然后在背后插刀 再害美国 所以说他不想跟美国绝交 但是美国已经发现了 你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政府是不怀好意的 是我们美国的潜在的敌人 所以说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不可能再继续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去进行这样的交流 因为这种交流只会害美国 只会害了自己 这个credit是必须要给川普的 川普政府对中国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除了军民融合这个理由 跟解放军的关系以外 还有很多企业是涉嫌侵犯人权的 而人权在美国立国之本里边 在美国的价值观里边 是不能接受的 你侵犯人权 所以说我跟一个人交往 我首先要看说 他是不是做一些事情 是符合我的价值观的 比如说我跟一个人交朋友 我看到他对他的父母非常的差 非常不好 非常的不孝 那么可能我觉得 这个是我的一个价值观 我觉得你对你的父母不好 虽然他可能觉得说 我对我父母不好 跟你有没有关系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但是这个价值观本身 我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就重新考虑 是不是跟你交朋友了 对不对 同样的美国也一样 很多人在说 很多中国人 我看到很多五毛也在这么说 说我们怎么对待新疆人 我们怎么对待香港人 这是我们内政 你们美国管不着 凭什么我们对待自己人 这是我们内政的事情 你们美国要制裁我 或者怎么样的 这说不过去 对吧 实际上换成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个道理 就所有人都能明白 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些事情 我实在看不下去 看不惯 所以我不跟你做朋友了 我跟你绝交 就是这么简单 有什么问题吗 一点问题没有 非常合情合理 对吧 所以说在国际舞台上 也同样的 就是中国做了这些 对内的镇压 对外的扩张 不光是侵害美国的利益 跟美国争锋 同时也是侵犯了人权 侵害了言论自由 这些美国人比较尊重的 比较重视的这些价值观 在这个时候 美国不跟你绝交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肯定会要重新考量 跟中国的关系 你中国的这种做法 对内对外的做法 必然会影响你中国 在全世界的形象 必然会影响 其他国家是否 继续跟你交往 这个是一定会有影响的 而中国政府认为是什么 我怎么做 都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还得跟我做生意 还得跟我交朋友 我怎么在家里打老婆 你们这些做朋友的 你们没有权利去 肢肉画脚 而且你们还得 继续的跟我保持 很好的良好的关系 有这样的道理吗 没有这样的道理 别人当然要掂量掂量 对不对 当然要重新审视 跟你的关系了 虽然你的老婆 跟他们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 我怎么跟这样的一个人交往 我怎么跟这样的一个人渣 做朋友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今天出了这个消息 美国政府继续制裁 77家中国企业之后 我们看到王毅 说法是什么 他说美国是在打压 任意打压中国企业 要采取报复措施什么的 那么你要不想想 为什么人家要有这样的措施 为什么要制裁你 为什么要不跟你往来 对吧 为什么禁止美国的技术 卖给中国 他们宁愿这个钱不赚了 我也不跟你交往了 为什么这么做 还不是因为你们自己 中国政府在做这些 倒行逆施的这些行为 对吧 所以说他当然不会反思 他觉得做这些行为 都是我的内政 我想怎么做怎么做 你们管不着 对吧 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有问题的 他们是管不着 但是他们一定会重新考量跟你的关系 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不可能一边又要大国崛起 伟大复兴 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言论自由的前置 然后打压人权 消灭香港人的追求民主的自由 还有他们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在做了这些违背西方 普世价值观的事情的同时 你还期望继续的从西方这里获得好处 获得友善的目光 怎么可能呢 很明显中国必须要做这一个二选一 就是你到底是想做一个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好学生 慢慢的要发展自己 同时要更加符合整个 现代文明的一个主流价值观 还是说你要一意孤行 一意孤行的去扩张自己 然后变得很强大 但是在西方人的眼里 在全世界这些自由国家的眼里边 民主国家眼里边 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丑陋的形象 你到底选哪个 你只能选一个 你不可能两个都要占 所以美国的制裁其实是第一步 就是要让全世界重新审视中国 重新看清中国的真面目 包括禁止华为也一样 我看到毕竟这些国家 很多西方国家也都加入进来了 也都开始禁止华为的5G 开始重新考虑跟中国的这些关系 甚至是在跟中国谈贸易的时候 一定要把人权这些概念加进去 不可能两个人只谈钱 只谈钱是长久不了的 肯定是要有相同的三观的 要培养感情的 不可能只看利益 只看利益的话 今天可以做朋友 明天就可以做仇人 那就可以变成敌人 现在果然没有一个价值观的基础 没有一个双方的共识和互信的话 那么只谈钱的话是没有用的 中美之间的贸易这么密切的 两个国家眼看就是变成了敌人了 那么今天消息出之后 我们看到中芯国际 还有其他企业 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股价也是都有大跌 那么我记得之前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我做节目就跟大家讲过 是吧 我说想赚钱的话 你就很简单 做空港股就可以了 这因为香港的经济一定是美矿日下的 一定是要失去它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的 这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发国难财也不太好 但是国难是一定会到 你不发财 国难也是要来临的 这是历史所趋 这是历史大趋势 没有办法 最主要原因就是 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习近平继续的搞加速主义 继续的要实现他的伟大复兴 要实现他的永久执政 只要他这么做 中国一定是要朝着一条不归路前进的 一定是飞奔至悬崖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 那么我在此再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就是我的会员 下一期会员节目马上就上线了 这期节目我们讲的是 更深入一点 就是继续聚焦美国历史 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结构 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的了解 今天美国发生的 这样的社会的动荡和政治上边的重新洗牌 上期节目是讲的美国政治 对吧 是亨廷顿大师的著作 那么这一期也同样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写的 关于美国的秩序的形成 就是美国国家的特殊的秩序 那么这个背后是有一些非常深层的思考的 你只有了解到真正美国的本质 你才能解释的通 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些事情 如果你不了解本质的话 只是看到现象的话 你就很容易被一些媒体 一些人的说法就带偏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可能未来这一两期 都会聚焦在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上面 那下期节目介绍这本书 也是一本经典著作 不亚于亨廷顿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美国秩序的根基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这个频道的会员 来收看我们的会员读书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